V6函数,我想跟刚刚这个H6函数大同小异 只是差别把它变成垂直的 提存率的话就插入函数里面 最近使用过的函数,V6函数 按一个确定 那一样是要查什么,查这个7万9 Table Array的话就是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底下这个范围 再来要找回来的是 第三,因为比一定是比第一栏 那中间这一栏是有点像装饰的 就是告诉你这个范围 第三个,所以第三 那比对的是什么 有没有一模一样的 没有 所以找接近输入1,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7万9 我可以按确定 他一定会找不大余的,所以一定会找到这一个 这个绝对不会,因为他这个这个数字比他还大 比他还小的是这个 所以出来的话就是15% 那跟HLOOKUP函数最大的差别是 一个是列 一个是蓝 其他都一模一样 那下一个礼拜 我们还有两题 然后还有就是说 做那个 那个VBA部分 那VBA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回去先试做看看 程式码就在网络上面 其实可以参考 那中文练习1的话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原来的档案 是 这样子 年龄 怎么做计算 这个 前面好像讲过 DATIVE函数 如果你算年龄 忘记的话 请各位 回头 去看DATIVE部分 有没有还记得 那血型分析 他是B型 对 那请 就是要把他的血型分析抓过来 那血型分析在哪里 在下面 B型就把这个两个 评价跟分析 放到这个格子里面来 并且要自动帮你换行 所以这边要记得按右键 出现格式要怎么样 要自动换列 这个应该 知道吧 否则他会一直 跑到最最右边去 对 第一个 第二的话 字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常用里面的大小 大概给他9号 10号都没问题 然后呢 他的宽度 这个列 这个列的高度太窄了 放不下 把他按右键 列的高度 大概给他100左右 让他高一点点 不然的话你放不下 那用什么方式可以快速 找到 血型 并且把 他的什么呢 他的 评价跟分析 带过来 前面再加一个星号 做完类似像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 我要的结果是 类似像这样子 前面一个星号 再加他的什么 评价 再一个换行符号 再一个星号 再把分析放过来 根据什么 根据b 所以要用查的嘛 对 所以查的话 有个v乳函数 v乳函数 LugarValue是这个 b型 然后去找什么 找 底下的对照表 如果我是b型的话 那就把什么 第2 先把第2栏的抓回来 对不对 但是前面要加一个 星号 后面要再加一个换行 那怎么样加换行 然后再加一个星号 再把第3栏的资料加 把它带过来 就完成 这个地方的话怎么做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性量可以自己做出来 会 比较不会忘 不然的话你直接看答案 看答案在这里 没有意义啦 答案就在这 就是